健康上就是肺癌 肺腺癌是台灣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台灣十大十一裡面安生他是第一位 男女都一樣 有多少人呢 每五個十一癌症的女生呢有一個十倍 每六個十一癌症的男生呢有一個十倍 所以這個也是國家的危機 應該作為國病應該是替代了我們肝癌症的國病 那空污是肺癌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環境的變遷在我們台灣人的身上 知道了這些事情 那其實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污病除了肺癌之外 還有很多的疾病 心臟病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全世界有八百萬人也因為空污而死 台灣呢我把他算過 2007年的時候至少八千人 顏色越深的 就是空污PM2.5殺死人的地方 每年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苦族 今天在這裡從嘉義市以來 一直到高雄零東都是最嚴重的 右邊花蕾台東是好一點 但是跟世界比起來也沒有好到多少 還是不好的 2013年沒有什麼改善 所以十年來也沒什麼改善 石化病很多 大家知道像六勤 左邊是六勤這個台西附近的空氣頂質 SO2也跟燃煤火雷環燃場 燃煤油場最有關係的 面積越大 六勤開始以後 雲雨就是變這麼糟糕 宜蘭就維持在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個宜蘭人 跑去做高雄的報告記者 可以好好講 把這個像宜蘭一樣 壽命呢少了差不多0.8歲 宜蘭人跟茵茵人 因為有這個石化工業之後差0.8歲 所得呢沒有差別 所以工業化沒有帶點燃煤比較好的所得 但是壽命比人家少 你來看燃煤的二氧化硫 沒有六勤之前 污染玫瑰呢 你可以看一點點小小的 那個圈圈最外是200 2001年六勤一半已經在燃煤了 污染呢越來越嚴重 2005年六勤六十四個工廠都蓋好了 它的污染這麼嚴重 SO2 所以環境的變遷很危險 工業化造成環境的變遷 我最近做的研究 就是六勤營應九年後 癌症增加了兩倍左右 那六勤的可以從營養影響到漲化 那漲化就是燃風期 這個時候就影響很大 很多的重金屬是五倍以上 哪些重金屬這些都是致癌物 總共增加了五倍 所以這個一個工業區 是你對於父親的影響之間 所以給你彰化有很多的悲隔 的健康一點一點的壞 我們今天談的是這個事情 那火力外鏈場呢 跟溫室效應呢 大概美國匈牆醫學會 這一個是最好的一個 兩分鐘大家看一下 火力 amph�是唯一千屬的 火力全身汆營 是一個人的汽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力化電廠 那台灣法力化電廠的分布 集中的地方剛好是跟空氣污染的惡化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台灣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抉擇就是 我們用的這些電要怎麼樣 法力化電廠、氣電工程廠都在雲林、高雄 我們很大的政策今天在談的就是說 接下來怎麼辦 這些電要不要變成濾電 這些電要不要變成天然氣 一個台中法力廠、一個曼玉火電廠 他所排放的CO2是這麼大的量 那國際上這個叫做浮頂效應 減碳的公共衛生跟生態效應 除了讓這個文字效應減少以外 空氣污染會改善很多 讓舊的生病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希望等一下大家看看從這方面來 看看這個共性效應 所以石化病從台中一直延伸到高低 那同時它也是DM2.5涵蓋的區域 所以我們面臨的是雙重的達成 那我們的產業要合信合從 那如果我們做得好 可以每年研究我的7500個以上 我們要不要這樣做 什麼樣的 什麼樣子的這個 政策是對的 那我們說綠色經濟 綠色的政策 是不是比較永續的一個保障 那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 把DM2.5要不要放進去 低碳的、低石化的、低油的交通政策 這個都是台灣面臨跟下一代公平性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都建議是可以 那我們今天有很多的數據 算什麼才算呢 我們經濟部的一定會有說怎麼樣怎麼樣 那環保的人會找什麼公衛的 誰算的才算 那誰說的才算 今天社會就是面臨這樣子的 一些事情 有兩個人齁 在六清爭論的時候 有一個叫陳定 慧憲過世 63歲 有一個很受尊敬的 儒修於17歲 慧憲 台灣有很多名人都是這樣 這個事情 都在你的周邊 好不好 所以我就現在這個Stage 然後是請問我們這個 金日出席的盧市長 你今天開始說的 你的 對 你的 十分鐘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榮幸 有機會來參加這一次的討會 這是對我來講是一個正面面對這個問題 尤其是李彥哲 講的那一句話 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長久以來 並沒有正面面對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一直說這是個鴕鳥政策 我一直在做理會的時候 也曾經罵過環保市長 你就是不做環保才可以做市長 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都是逃避問題 比如像說我們所採取的一些標準 就故意採取比較寬鬆的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發生的問題 我這次在嘉義開始掛空屋棋的時候 也是按照環保時的標準 掛空屋棋 馬上被這些學者、專家他們說 你掛那個就寬鬆標準 你要用美國標準嗎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以後 那天又開始掛這種 美國式的六色的標準 也就是說我們嚴格 比較嚴格一點 讓大家面對問題 雖然掛空屋棋不會減少空屋 但是至少不要掛那種 比較寬鬆的自我安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空氣 我們現在做了這個 會掛到所有的里長 以及要各種合作的一些商家 你知道他們每天接受到我們 我們有一個APP 那我們有一個市政報 對準報 我們每天會把這個租信 給大概七萬個頂戶 我們家一共有二十七萬個人 大概有九萬多個家庭 也希望能夠拿到 那另外一個我們會主動把這個 租信給一些 鋭利掛棋子的人 那這個要信念 不能說他懶惰 三天都沒有去調這個 結果有的人掛紅 我們掛藝了我們就慘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已經信念了 將近兩百個 這是空屋的講師 當然聽人講的當然更多了 那有一些可以來做講師的 我們已經信了將近兩百個 那我們環寶屋 跟前來幾次 也提出六十五項的這個 空屋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個 組成空屋委員會的 教授、教授、教授 那我們希望他們每天 去稍微移動一下 他們今天是 是綠的還是 橘色的還是 紅色還是紫色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這樣轉他還要轉嗎? 不會吧 我原科技已經這麼進步了 所以我還是要轉一下給大家看 那這個 同樣式的處理 時代應該過去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一個搞不好就是 我們測量 為什麼放在三樓高 那學者跟我講說 那這個你呼吸的走在路上 那是差不多這個高度 你中間都1.5公尺到2公尺中間 超過2公尺高的人很少 但是你為什麼放在那10公尺高的 為什麼 他說這個規定還會3到15公尺 這為了比較我可以了解 但是為什麼要那麼高呢? 這個大概也是同鳥形態 所以我們的公封委員會 委員會跟我們介紹 把他移到下面來 但是這個是黃鮑石做的 全國同學做的 是不是我們也該介紹 這個你這樣移到 我比一下 當然他做了很多什麼 為了避免舒服牆壁 什麼一大堆 那其實人要吸到的高度 我們來測量 這樣子比較實際的 把他弄很高 當然比較輕坐 但是這樣有什麼用? 家瑜還是全國最長的 我們算34.7 去年 榮英全國最文明 所以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是很慚愧的 所以面對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探討的 有這個解能、解碳、能免的問題 這個最近苗栗最有名的 就是向祖孫借錢 那這道不夠用 那當然會破產 那我們歷年來的能源 大概都是向祖宗 拿祖宗幾萬元、幾千元 的一些俗話來燒 那這個大祖人 沒有辦法消耗這麼多 趕快解決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把幾千萬元、幾十萬元 幾百萬元的東西拿出來燒 其實也是在跟祖孫拿 所以這個當然就沒有辦法 能夠 所以是不是我們 這樣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點 建議就有十分鐘 那我們的目標 是下一張的這個 我們目標是下一張的這個 第三機型 我們現在大概是已經 已經 有人跟我講說 說這幾千萬元還看過兩次 已經幾乎都沒有看過了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 不可能看到 第三機型 不過我覺得最近我們開始掛空汙器 不知道怎麼樣 這個好像空氣汙染的 有一點改善的樣子 很綠色的其實的 比較多一點點 我有這種感覺 但是這個是不準的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做的 那我們家喻很奇怪 這個家喻其實是沒有工業期 我們只有二工廠用地 但是我們沒有真正的工業期 但是我們的汙染怎麼會那麼厲害呢 當然 專門教授他們所做的研究 就是說我們主要的 大概35%是境外 境外大概是中國 再來是有25%是衍生性的 有40%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那衍生性的我講一下 台中市的衍生性的只有16% 但他有台中化電廠 彰化線11% 連銀銀他的賣藥他有18% 但是我們家喻市的衍生性的25% 那顯然他們 那裡都吹到我們這裡來 當然台南也是26%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藍風往北吹 北風也會廣漫吹啊 所以我們這裡的屋等 不過那種所謂的敦金墨寧 敦金墨寧的補償金都沒有給我的 所以這個我要去處理一下 那我們最主要的來源是商業 工業是非常少 最主要的來源是車輛 占的是40% 可是我們家喻車輛 為什麼家喻車輛污染那麼厲害 因為家喻沒有公共汽車 我們沒有公車處 因為我們都是靠家喻線的公車在幫人 那我們是沒有公車處的一個都市 這也是蠻奇怪的 所以很多都只好靠摩托車 所以我們摩托車是當時不一樣 因為小的摩托車 公車一宗朋友才一班 我們委託那個家喻線 一臉花了幾百萬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 都坐三個人兩個人一個人 最差的那一班 平均不到一個人 你說說有時候讓書機自己開而已 所以那段時間 我現在講一下 我們對中央正文的幾個提議好不好 我希望 我們在座大家都來用 台電未來 不可以再用發電量做年總獎金 要用折電量做年總獎金 不然的話都做假的 第二個 我們希望說電會分八級 像日本一樣 而且大家都有駐會電表 不要再叫人家做 那這樣的話 PIC這段工地才能夠減少 在橫邊我去看的時候 他們一定分八級 他們把一天二十小時 一年三百六十天 全部分析 發現用電量最多的 那幾個小時 一%而已 為了這一%的精通用電 要兩個火力發電廠 也就是我們把家用電一減少 就是要兩個火力發電廠 所以這個不一樣的智慧電表 第三個 我們希望說 可以增加電價 但是所有的錢 要用來專案專用 替代能源的研究 跟補助 以及其他的節能的功能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補助 要做真的 不要做假的 不要馬上解釋 因為我們加以 要配合萬電 萬富五點 那不要說越來越少 那大家就不想做了 所以這可能要增加 那我們地方政府 這個部分 除了剛剛講的 使用者付費 應該要去交六千 但是 來付一點物財會 沒有很重要 以外 我們來乾淨的巴士 電動住行車 電動租車 可是我們是推動租車 兩個人做的 不是四個人做的 因為他們統治結果 大部分都一點幾個人而已 那第三個 我們現在用千年宿委會 我會把他順便來做 後代潛力的給利益 那金主山稍有等等 那我們最近也在推動這個 我們的建築物管理組織條例 希望能夠推動 萬富五點 用榮基來獎勵他們 以及用這個五點的一個 現有的這個建築物 能夠就地合法的方式 來做五點計畫 那以上是我們嘉義師現在做的 非常感謝 有這個月來真協習 謝謝 張教授 還有各位與會的貴賓大家好 首先我要謝謝我們的這個市長 葡事長總是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那謝謝葡事長在生煤 進燒金融生煤只有石油教授 他就極力來支持 而且親自來簽署 那他在發言就是說 他為什麼極力來支持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這個 與你的六星 空氣都跑到他們家去 所以他一定要來給我們支持一下 那過去呢 這個 我們大概防保單位的人員 大概都只是著重在 PSI 我們的討論 PSI PSI 不良日戰日式幾天 然後良好日式幾天 大於100的這個 有沒有周年效降 效率或是過分的周年上升 那 都希望這樣 這個或許也是另外一種指標 另外一種指標 那如果從你來看的話 PSI 到100的日程 六至六年以來 從31降到11 那麼良好的日戰數 從166增加到233 但是另外更可怕的問題 沒有在PSI 裡面 的一個指標 就是2.5 那我過去在台南市服務的時候呢 我記得好像是在 在102年的時候吧 那時候葉醫師就 有打電話給我 他說 欸 張局長 你們那個 台南市的那個 PM5的問題很嚴重 台南的那個 跟新營戰很嚴重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意識到 有這樣的問題 那也開始去 去研究一下 我們2.5的來源 來發現 原來我們的2.5的來源 從六星有貢獻 從台中火力發電廠有貢獻 那麼 我們也從高雄那裡有貢獻 我們要去找誰負責 對不對 所以但是不管如何 在台南市我們推了一個 2.5的消毒計畫 那我從去年年底的時候 要從台南市保局 要到雲林縣 接任副縣長的時候 那我們所有的 台南市的夥伴 就跟我講說 局長就談去雲林縣 很重的任務 就是要解決 奪水雞陽城 還有相關從這個 從這個 中部漂過來的 2.5的問題 那這個 我覺得我們也 我也很幸運 那李金友縣長 他非常的明快 所以就全國率先 來推動一個 競燒生物及石油 叫佔資條例 那麼 這個資條例已經受到 中央備查 備查的速度好像還 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不管如何 已經就開始實施 已經開始實施 已經開始實施 再很多個看一下 我們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只要把 是不是只要把 這個 孤立污染源 我們把 六青 生物的石油膠 禁掉之後 那麼 我們沖子之後 就可以天下太平 我們就有乾淨的空隙 可以呼吸 答案是不行的 不行的 那麼因為根據環保署的 調查 資料庫調查裡面 我們的國家標準 PM.5當時15 我們會想的是15 那很可能在 在大陸貢獻部分 最多的時候 它可以來到10左右 那以雲林來看的話 我們境外的 環數進來影響到雲林 最大的部分 應該是可以到40 境外是40 那在境內的部分 大概可以到60 我們可以到60 所以 境外的問題要有賴很多問題 去解決國家的層面 中國大陸的醫師抬頭之類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想想看 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部分 可以自己來減少 可以先自救 所以 大概我們雲林部分 大概 孤立污染源部分 大概佔了三層 那麼 移動污染源部分 佔了三層 液散部分 佔了三層 這樣就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我們要儘快速度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液散部分 包括我們空地 包括我們濁水溪的陽層 怎麼樣 可以讓它可以 在耗發期的時候 能夠降下來 那在移動污染源部分呢 我剛才在休息的時候 就跟中央的長官 有討論到就是 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不是地方可以來獨立解決的 而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整個車輛 我們的移動污染源部分 我們的交通變速部分 可以 可以 在什麼時候可以移動電 而形成摩托車 我們用油車輛 那用電好了 用電怎麼辦呢 用電現在是大家為什麼不喜歡用 除了價格的問題之外 充電的問題 它有一些 很多的實用上的層面 是不會也能夠把它完成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部分 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董六 我們都是去年是站的是 PM2.50 站的全國第一名 第一名 我突然間也發現 太好了 我們一月到六月份 已經拉到第二 獨森變第一 今天不知道南投有沒有來 我是南投 有嗎 不覺得南投有嗎 沒有 加油 南投 因為南投已經要升第一 我們現在已經變成第二 但是第三名 我們本來是在後面拉到第三名 所以二三還是與你包辦 所以恭喜市長 你們目前沒有 還在後面 那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就是一個中央地方 還有我們的民眾 接受的教育是什麼 他一樣要選摩托車 他選哪一種 那麼 他一樣有一些行為上的部分 他能不能認為 這事情他是必須有 應該自己盡一點力量的 這個是 在公民教育 在環境教育部分 都應該必須積極地面對 接下來就提到 我們能源轉型的部分 當然知道就是說 禁用生煤石油掉之後 我們的部分 更積極的那一面是什麼呢 那是可以消極的管理 不准他又是消極 他也可以用煤 只是不用生煤 對不對 很清楚 他也可以不用生煤 他也可以用重油等等 可以用天然氣 但是跟消極的一面是怎麼樣 必須還是要來推動綠能 民進黨 我們的這個蔡主席 總統黨部已經有一個 一個在地方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有提到 2020年的時候 我們的再生能力的比例 要達到20% 那這個要怎麼辦 才能夠來達到 所以綠色能力的部分 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麼雲林在過去呢 風力發電呢 跟太陽的光電 都極力在推動 那有一個很大的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有一種好的名稱 過去是在這個 煙風下的雲林好了 可以這樣講 煙風下的麥寮也好 我們不能變成雲林好風光 唉唷 好風光就不錯了 為什麼 我們有這樣的 全台灣只有雲林 有這樣的一個 可以大聲講 我們都是雲林好風光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風場 我們的風場 跟我們的製造樹 這樣加起來看的話 在全國我們的各縣市裡面 能夠來雙型推動 風力跟太陽能光電的 好就是雲林 所以在風力發電部分呢 我們103年 只已經完成 41座的風力發電 那麼我們的發電量 是76.64MW 那我們太陽能光電 在我們書前現場的 極力推動之下 到103年 對不起 這個最近 這個 呼吸器官也不好 耳朵有點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賣的 有可惜 太陽能光電部分 103年 只是已經達到129MW 已經這個有11339千 那雲林的太陽能發電 一年可以發的電是兩億度 兩億度 但是夠不夠還是不夠 我們接下來更棒的部分 是我們要來推動 在大家知道 雲林現時還有很多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地層下限的面積 是全國最大的 它大概將近有1027公頃的地層下限區 所以我們要準備把地層下限區 不適合工作地區 把它轉成這個 可以來重電的一個好地方 不過這還是必須要 我們的能源局的方法 潰現的問題 要能夠幫我們解決 其他部分我們會來盡速來處理 這個已經跟我們的國發會 在積極在推動 應該在下星期二左右 再開第五次會議 那另外兩個部分 我們要推出來 做一個是台西區的工業區 有1143公頃 目前都是在漁污比較多 所以那部分 我們如果把它拉出來看的話 大概可以拉出800公頃 可以來做 做為這個 洋水重電的部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是大家 很多人很關氣 就是我們星星區工業區 是一個海島 也是一個海島 它有283公頃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把它變成是一個光電島 光電區 光電區 所以有面積很完整的 283公頃 要全面推動 風電跟光電 希望透過這樣做的話 那我們在海線的部分 可以有這個兩大塊 然後加起來 大概就是千多公頃的部分 將來可以來繼續推動 不過這個要怎麼樣推成後成功 業者又有意願 能不能退決這樣的問題 還是必須要跟中央來 全力來配合 這個是跟各位做報導的 現在陸縣長給我們 帶來這個很新的訊息 我想 印尼縣有可能 既屏東縣之外 變成一個台灣大規模 這個太陽光電發電的這個區域 然後我們都知道 這個今年 德國已經有三分之一的電 是來自於再生能源 所以再生能源 在德國已經是一組主流的電 那我相信 如果以你這樣推 這種幾週四的大的 叫做我這個光電的這個法 是國際上 覺得說很值得去推廣 我希望台灣有這些量 那太陽的觀念法 從它第一片到現在 降價大概是90幾% 那個速度 所以那個 競爭力可以感到強 那我希望中央鎮 你要評估一下自己的電 自己發 然後又可以賣 賣給我們太久的沒有發電 用貨值這樣 用這個環境爭力 那講到環境爭力 我們再看最大的福祉 謝謝 老闆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比較小的 就一定沒有老花 所以聽小聲的時候 這個字又小的 我看不到 我來自伊蘭 但我現在在那個高雄 其實我去年 十二月三個月 我去那補院 我剛才問 我自己去 其實我在高天看不到 台中伊蘭 其實都白茫茫的一天 這就是剛才我們市長 跟副縣長所說的 有很多是境外移入 就是本身自己產生的 或者是衍生物的一些東西 走到祖爭出來之後 我看看就說 哇 高雄 高雅嚴重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就遇到預算審查 因為去年預算沒有審查 我去的時候 遇到預算審查 所有的議員 第一句話就說 空氣這禮拜一的改審 我說 當然我也是在 剛才改審 因為 總結是境外移入 也總結是 我們自己本身產生的 但是剛才 圖縣長 圖市長有說過 那天我們的店好 那不是我們改善的公道 那是西蘭汽油 把這些名字吹掉 這個政外無人來 這些東西 像我們的 就可能找到 壁東 我們的 二三二龍 也可能找到雲林 都不可能 但是當年 是 大伯委落後 落後 落後 百明之年 包括六千 台中五月 或是哪裡 他現在都會找到我們那邊 所以 我在這裡也要向各位做一個部分 這段時間 你去高雄看 都看天很漂亮 其實 是我們改善的成果 我也看過這些部分 這是天氣 到三天 所以 他的污染 一定都不知道 所以 其實我去的 我就了解 我以前要拿 知識條例 拿幾年 都不會過 裡面不是牽涉到 這個 匯療的問題 我們中央法令 有所提出的問題 所以我去年 三百十人 我們提出來以後 我們就沒有 跟中央做提出的方法 像那個 我十七年間 我倆向台中 他經過 立法會 經過中央核心 我去找找找 現在 我們關法會之後 麻煩 你說我跟中央 還有那個 的 是情侶的問題 我真奇怪 很奇怪 我跟我們說 我們三十六天出來了 我們過的日 我們的機會 都會撞到 很奇怪 另外,6月15日我們管署在立法院通過,立法院討論多久 就要通過,是不是因為我們這個管署要來實施,也聽到了,我記得 總量管制,6月30號的公告,我們來這裡也有總量管制 所以我是在議會通過之後,我們就開始點相關的主案 要怎麼來由後來管理這個部分 它是除了我們另外一件之外,剛才兩位先生都說過 移動性汙染量其實非常非常大 我們要看一個國庸港,國庸港的,你看他在外國運輸進來之後 他一直有那個小巴的能源,燒出來的汙染量很大 你看你在港區裡面的整個的運作、洋塵也很大 整個運輸過程的柴油車也是汙染量很大 所以因為我們為了讓這個知識條例裡頭通過 所以我們把這個部分,我們在第二期 我們的議員特別跟我們講,跟我們建議 我們在第二期,就是下一個會期 我們這個知識條例中央通過以後 在下一個會期,希望我們提出有關柴油車 或者是中央在地方管轄的一些地區的一個知條例的條文 我們在裡頭當我們也很高興可以來聽到這個信息 讓我們可以來那個 還有一個就是我在議會被執行的當中 他看到我們的空屋,一年才划完四千萬 有一個議員特別跟我說,可以跟他八千萬 都可以,對吧 明記要幫你支持一種最好的 最怕我怎麼去開開的麻煩 你隨便再把他,說你這堵不能開,你不能開 沒有油的巴塵 我說,我會去公園之後 我會練習一些,噴三葉、三十葉 沒有西可針,竟然可以在那裡營業 我一天給他抓了十字架,通通停工 你還給他復工,我的遺頌罰辦 遺言來明義、拜託或是失敗來講都一樣 照樣修理 所以我想,剛剛各位有指點的 其實包括我們的沈教授 他是受害者,他真的是受害者 一段人間復工的名字 大色的名字 所以他真的是受害者 其實我今年六月有到資本去看他們的石化端區 他們用車子給我們載到他們的工廠裡頭 我們就下來看 那聞到的味道幾乎是等於沒有 但是我們在台灣的石化工業的旁邊 你還沒有道理就已經聞到了 差別有多大 那我就問他們 他們就說即使在幾個管線的一個管理方面 要特別的注重 對於有可能易善出來的 他用負壓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國內的產業界 你該要求的 他說成本太高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想這個 就是未來我們在 這個資料綠造金或中央核定以後 我想我們在中央核定以後 我們會來加強一種管理的部分 包括清潔的一個能源 包括整個管理的部分 剛剛其實我們這個審教授的 比的滿多了 那我想以往有的 其實是因為這個石化業在高雄 其實已經三、四十年了 那這些管線呢 其實我在定石化的時候 我就問中央公司 你的管線怎麼走你知道嗎 他說 整個都不知道啊 其實我到哪個地方都一樣 我以前在宜蘭抓那個 農德工業區的案管的時候 我問工業區服務中心說 你們的地下管線怎麼走 他說不知道啊 他69年才完成的 我82年去抓的時候才幾年啊 他說這些圖資通通沒有了 那沒有我只好自己下去抓啊 我一條一條幫他弄出來 哪個地方有那個管線 哪個地方有那個管線 我幫他弄出來 他還是解決了 所以我想在高雄 有這麼多條的一個管線 某人在我的知識條例裡面 有把它定 三連檢測一次 我叫他來區域說 做不夠耶 你看那幾條管線 可能沒什麼技術啊 其實呢我跟你講我們移工 我們移工出去 就國外的這個技術公司都進來 其實有蠻多家都可以做 我其實這邊我特別留意這個部分 他們的業者聽我講 他們是一年檢測兩次 我是說人家做得到 我們台灣是怎麼做得到 我說三年一次耶 對不對 兩年 一年做兩次耶 怎麼做不到 不做到不做 不做到不做 所以我想很多的東西 其實事在言為 那我想 其實我剛進來為難 要抗議一下 能氣態的太強 電力選在我那裡 你們這兩次開了 到那裡 你說空屋 要什麼貢獻 我剛才禮拜就要抗議 但才說 不好意思 如果有錢 我就沒有錢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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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我就幫他錢 你知道嗎 我知道台北的電力 都開得很亮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 你們在這裡設定 你們用電力 注意到嗎 沒有人去注意 這是錢運的 大家要做 對吧 空屋 我每天就看到空屋 我心情也很不怕 我是要怎麼來抓 要怎麼來抓 要怎麼來抓 所以 其實我也是一步一步 慢慢來 我剛才說 我31號的時間 我等 要買八個月 其實剛才說 其實這個 會議當地 高雄辦 不可以在這裡辦 大家要挑的是 他當天 那辦也沒關係 那空氣品質 大家可以看得到 夏天天那辦 我看也不認識 大家看我 清空萬里 天氣很好 對不對 那不認識 你只能辦 大家如果不去 年底生日 我們主辦大陸 不去 就要辦一次 空屋 所以 空屋市的 不要人都站出來 幫你搭三天 我們領域的 我們的工廳會 大家都站出來 幫你搭三天 對不對 我們的電力 都加益標準 剛才 我們的 市長也說 你剛才 兩位 會流 那張槍 對不對 其實大家 都有 大家都說 你打拼在那裡有電 但是我們電源沒有 你用電源 你用電源的資料 對不對 這件什麼 我還是 我就會一直贊成 我的15年 這個 我都開去 你會做 這有什麼做不夠 穿得少就好啊 我去日本人 他說他都沒有 拼命 要穿誰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我們都做得夠 對不對 大家 真的說要做方法 大家要做出來 要做得好 但 他那個人 給我 其實我在床床 他就去那裡 他就帶那個 國際先生去那裡 我就 我就 他可能會去那裡 我 他就是大師在這邊 其實 我們這些工作 大家都做得夠 為什麼 大家都不想做 對吧 我現在 騎你電源 因為我電源 你電源 我告訴我電源 第一 發明 要電源是出發 什麼 大家都不願意 對不對 大家都不願意 都不願意 都不願意 什麼 對吧 對吧 剛才說 運輸出量 我哪有辦法 你把你管理 你現在淘汰 現在淘汰才能夠 可以嗎 可以啊 我們就要去燃車檢測 啊 你如果 塞車的時候 就看不到 欸 待會 在那裡做什麼 難了以後 整個道路都阻塞 都塞車 對吧 就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大家 坐在這裡 我們真的要 彈空 要如何來做 其實我都可以 我很多的慈望 我都希望說 大家提供我一件 跟著誰來做 麥可 公家 保護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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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好 謝謝 老師好 老師好 實際上跟詹老師已經認識相當久了 我印象很深刻 詹老師是 在 當時 曾經執行過一個計劃 可能不曉得 我記得不記得 當時 因為要去看 到底 污染 移動污染 對空氣 污染的影響 有多少 所以 那次 張老師就 構想 在 什麼時候做 污染的影響最好 就是 防空引擎的時候 因為所有車輛都停下來 然後 氣炭阻止的 空氣質的變化 當然 以再兩化物 一兩化碳 等等 這個 影響就非常明顯 防空氣爆一發 那個值就降下來 但是 像 那個 臭氧 然後 立狀腹大概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 其實 這個 張老師長期在 空氣管室上面 很多的 投入 也很多的發現 當然 也給我們很多的編測 第二個 我想 這個 要跟 圖書長報告 我們所提的第三機學 其實 我的害每個夜會砍到兩三次 就在 家宜也往旁邊 那個 晨晨坡的話 掛在那邊 那個 榕樹旁邊 我想這個 實際上 當然 這些 就是說 有些的 可能需要 相關的配套 譬如說 我到家宜 我老家上買一盒 可是 我到家宜要買一盒 其實 它的困難度 有時候可能公車 如果可以開走 我要等一個多小時 如果要晚一點 也沒有車可以回去 就變成要坐計程車 因為 我其實高中是在嘉義內的 當然那時候的 空氣 跟現在的空氣 是有一些的差別 蠻大的 這個我想 剛剛 發掛 這個 不管是市長 或 副縣長 或座局長 會 這些 在空氣方面 會一些的 提出來 我想 就環保署的角度來講 當然 在過去這幾年 在整個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 其實也有一些的成果 以空氣比指標過去 當然都是以PSI為主 從84年的不良 6.1到103年 就是0.9 這個過去 其實 是相當的努力 因為 基本上 我們面對的 不只是 這個 國民的期待 另外 當然 業界的 一些的 角力 但是 我們所做的 其實 在這裡 要跟大家做一些的報告 就是 在 在 固定委員工廠方面 我們其實 有 過去 三年 我想每年 我們去修 標準 或者做一些管制 我想 這個 當然 有一些成果 成果當然 大家未必滿意 但是我想 我 舉一個例子 過去 我們 有 介紹過 民眾的 緩應 譬如說 在 高雄 藍寺 做一個 就常 有反應說 晚上 就聞到很多奇怪的味道 白天 就沒有 我們也去機場 習慣 當然 黃大姐也去機場 後來 我們才發現 這個 其實是 實外葉 他就把這些 不管能燒 不能燒 不從能燒它出來 所以 我們後來 就從重壓 我們就去 修改這個 法規 我們把 原先 燃燒它 是 當成 污染管制設備 它是可以透過這樣去排放 那 有些當然可以燒掉 會燒 可以燒就燒掉 可是有些是不會燒 不能燒的 燒不掉的 它排放出來 所以我們這樣子 法規修正以後 那這樣 把它變成是 除了 除了 緊急 排放以外 它不是 污染管制設備 那如果它使用 它要做監測 它要做 申報 那這樣 就解決了 這個 從來 操作出來的問題 那當然 並 我不敢保證說 它就不會去 使用 可是 就重量來講 其實就是 我們做的是 需要 在 這些 從法規標準上面 來做 一致性的要求 那另外 在空管裡面 其實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條文 就是說 地方 因為空氣管 還是需要 可以去 加鹽標準 我想這個在 空管裡面 是有這樣的明定 這是 我想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另外 大家有提到 其實 就是 我們現在定的 當然 西潛物的標準 我們定的 連平均值 是 15個 特免力換公尺 那這個是 跟日本的 是一樣 那當然 比美國的 比較低 因為美國 我們當時 其實也是參考 美國標準 後來美國 已經往下修 修到時候 偉坑的一萬公尺 那這個 在境外傳出 根據 陳道毅禮、吳教授 兩岸的交流 那我們期待的是 這個 對岸的 空汙防治 能夠落實 因為其實 他們還會都有 可是 落實 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透過這樣的交流 我們也 把我們的作法 讓 大陸 這些 環保部 還有地方 環保機關的 這些 相關的人 實際 到 縣市去看 我們空汙怎麼樣的管制 透過這樣的交流 我想 漸漸的 他們如果能夠 去落實管制 能夠把 北京的污染 霧霧 非常 埋害非常嚴重 但是 對 所有 這個 他們重要的 不管港政經 這些高層 全部都住在北京 我想 所以 這個 應該 在大陸這邊 只要 他有 這樣的 方法 那 逐漸來說 對於我們會有 空氣值 改裝的 間接的貢獻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這個 對於 因為空氣是 跨線式 所以 這個 我們 一些的努力 所以 我們其實在管制的策略上 我們也希望透過 地方 能夠 因為 不只是在環保機關 其實可以做 那 能夠做的 那我們希望 在 中央這邊 因為 剛剛 服務機長要我先報告 因為 講起來 其實 環保機關都是做管控 那 前端的管制 其實或前端 策略的能源的調整 等等產業政策 其實相當重要 所以 我們就成立一個 這個 管制的 這樣一個連續 會報 我們把中央各個部會都找進來 那在這個 會報底下 我們也成立三個 縣市的 三個公平區 跨縣市的 減量 陪同小組 包括 高品 中部 那 我們成立這樣的 目的呢 是希望 因為 各個中央部會 要來 共同參與 共同負責 因為 我們能減的量 就是那些 我們這樣標準 但是 有些 比如說他提到的 車廂的問題 然後 這個 能源的問題 等等 這個 都不是環保署 一個機關 或環保局 一個機關 所能做的 所以 我們透過這樣 那個方式 我們 讓 中央 各個部位 大家來 共同分擔責任 那 該做的 我們在 這樣的一個 隨便圍報裡面 會提出來 那 在縣市 我想這邊 也有很多 協助專家在這裡 共同參與 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 因為在縣市 一樣 在這家市 那州基長 可以做這樣多的事情 最主要 要除了 地位支持 要上面長官支持 上面長官支持 去 快樂各部會 各個集處 所以 各個集處 要共同 參與到這裡面來 我想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能回應到這邊 以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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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在自己的國內 就是從環保部門 提出 clean power 內 那 雲林縣的這個 禁燒 這個聲明等等 就是很符合這個 clean power 概念下 也就是源頭 問題我們的環保保育 或是我們環保育 或是我們環保育 就自己在這個法規的限制下 怎麼警示他 怎麼覺得說 他是沒有權 來再把高碳的變成低碳 被土碳 這樣好像我們的環保保育 是有漏洞的 那這個就要落到說 好像這時候有權力留在經濟 這個經濟不假的才算 那這個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雲林縣就 到底合不合准 是放在那裡 就像這個 鐵槍特加明亞這種 到底退不對 他們國家就是一直在這邊拉扯 然後很高興這個工業局有來 也希望這個 能源局有來 所以可以把這個事情 跟大家理解一下 到底我們因應這個 這個法規一定在這個 這個地址上 那地方已經有這麼大的力量 想要去做 那是不是在這裡可以有 具體的說明 到底該怎麼辦 不要我們這個委員長回去而已 還是不知道這個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是不是請這個 主持人還有各位來賓 還有各位蓋子和先生 女士大家好 好 其實我今天看到這個資料 之前有提到 說是不是中央 VS 然後來做一些 經濟啦 環保 健康的辯論的時候 我不以為然 原因是因為 不是中央跟地方 VS 是WITS 是手攜手一起來做 因為中央 經濟部不是單獨 只講經濟發展 中央裡面還有 對不對 還有環保所 還有衛福部 對於健康環保 經濟整個中央 看待事情 然後它是要有 我們的周全的方位 即使是經濟部 自己在看 看待能源等等 也都要求在發展過程中 它必須是能源支持經濟發展 但是它要考慮到 對於整個環境的衝擊 這些也都是被考慮到項目 所以我這裡想先講一下 我們來看看 中央跟地方 攜手來做的事情 其實剛剛講到環保署 其實在定標準的時候 環保署說實際 我們的署長 都從美國回來 所以他對於美國這種 比日韓還要求更嚴格的部分 其實在定全國的時候 他其實是考慮過的 是從國際面來考慮的 所以我們看看他對電力 設施空氣污染物的 一個排放標準的要求 我們有比較過 對於地狀污染物的要求的話 每日 每日是比我們寬鬆的 那麼對SAX的部分 美日 歐 韓 中國大陸 也是比我們寬鬆的 NUX 就是這個 屬於SAX NUX 硫化物 氮化物 都是比我們寬鬆的 但是呢 環保署並不以此為自然 雖然說人家比我們寬鬆 但是這樣定了之後呢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是怎麼做呢 就是地方 地方他也有一個機會 他去加鹽啊 環保署還授權地方 一個因地質疑來加鹽 所以加鹽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 像高雄市的話 他其實對於像鋼鐵業 對於電力設施 他都有做加鹽的要求 台中市也有 新北市也有 那我先舉一個例子 基於以新達電廠來看 他已經 2004年的話 按照國家標準 他的 流氧化物 國家標準是200TPM 但是高雄市的標準呢 加鹽已經要求到60TPM 這個差異已經很大 然後電力公司完全尊重 因為當時高雄市政府 定這個標準的時候 也有送到環保署去核備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一樣環保署也尊重的地方 那麼電力公司 以經濟部所辭 這個電力公司 也呢 就從善如流 那他整個的排放呢 也在高雄市的標準之下 那 淡氧化物 是國家標準250TPM 那麼高雄市呢 定了70TPM 一樣也經過了環保署的一個核備 那麼 排電也照樣呢 就排放濃度都在這個之下 所以 所以其實中央跟地方 是可以攜手在環保的部分 來做一些因地質疑的 那麼像這次講到 競梢深煤 也並不是 中部的每個縣市呢 都要求就以競梢深煤 好 其實像台中市也會來問 就會詢問到說 有沒有跟中央的法規 有漢核之處 因為重點是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那麼他也提到說 是可以大家來商量怎麼樣來改善 來改善的 那我們只是覺得說 當初劉雲縣呢 談到靜燒深煤的時候 其實中間有個過程 他可以像台中市跟高雄市 像新美市一樣 去對電力系統加延 或者對其他的產業 可以有個加延的過程 但是似乎跳過了這個過程 就直接說我要靜燒 好 所以這才會產生了 跟中央的漢核 否則在這一部分 大家是可以手吸手一起做的 另外我再舉一個例子 是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這個部分 也是中央跟地方手吸手 太陽光電這裡呢 其實我們從 再生能源的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其實在座 也包括我們田立委 在這個部分有注意非常多 其實通過之後呢 我們整個中央就安排 就整個來規劃了這樣一個 本構的制度 早年雖然太陽光電是貴的 它一度是到了12塊錢 但是隨著時間 真的這幾年已經降下來了 現在已經到5塊以下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產業 也很成熟 在國內可以幫大家都去做的情況下 我們從今年開始就會 就從270MW 就把它增加到500MW 所以未來的每一年 都會按照這個程度去做 那大家可能會講說 那為什麼不會一下子做很多 其實我們也要考慮產業 讓它這10年可以穩定的成長 而不是你突然把它做完之後 接下來這一群人 就不知道去做什麼了 所以這個其實從產業上有考量 技術上也有考量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也很感謝像地方 像高雄 高雄市的話 它就對於像一些產業 有些高雄市產業就要求他們說 你也要用太陽光電 那像台南市也是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工部門 這邊的盡量屋頂都能夠開放給ASCO產業 去出租 來租用然後來做太陽光電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把每個縣市原本500 原來的5MW這個部分 那今年也把它取消 就不限制 你其實工部門有多少屋頂都給別人 都OK 那麼另外我們也進行行政委託 因為對於一些比較小瓦數 小千瓦數的民眾要用的話 其實它可以免禁標 那這些設備的話可以 我們可以委託地方政府 就幫我們來做設備認定 所以當然能人局我們有專門的辦公室 會來協助 那這樣子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 裝跟地方携手的做法 那太陽光電這個部分呢 其實目前為止 雖然我們的量地方小 那個量相對起來好像不多 但是也我們考慮到 我們其實有三分之二 都是山地跟一個丘陵 所以還人口密集 所以在這個部分要蓋的情況下 我們至少從每單位面積 基於我們所帶的量裝置容量來看的話 我們已經優於法國西班牙美國 然後我們跟英國是相當的 但是不以此次反 所以我們現在又增加了量 好又增加了量 那這一部分我們還也 呼籲說像我們還有社區的太陽能力 一些補助 也歡迎一個現實政府來使用 那接下來我可能比較談一下的就是說 經商生理這件事啊 引發出來 比較擔心的是說 從大家其實從健康的角度 大家都希望最好不要有煤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如果要是新的燃煤電廠 未來都不能上線的話 那107年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就已經降到負1.0了 也就是說我們就已經是缺電了 它其實是10%就缺電 負1.0就是你根本就是絕對的缺電 那麼現在燃煤如果也不運轉 也就是整個全部禁燒了好的 106年其實整個備用能量率是負3.4.7 那這一部分我其實相信 以地方政府來講 也知道能源很重要 因為當能源不夠 電力不夠的時候 當地的產業受到衝擊 事實上就業和民生也受到衝擊 那可能大家都認為說 是不是用再生能源發展綠能 就可以解決一切 其實以經濟部來講 我們在綠能的發展上 前面也是已經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在綠能的發展上 在前面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 已經做的也包括了 我們在前面的續生方案 到後面的這個 不小 現在我想把這個數字 不要讓大家的時間對面 有些什麼都是錯的 如果講完 你們應該可以發 好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再提 那麼 綠能的部分 其實有非常大的巴掌 那麼我在太陽 風電的部分 我也要講 大家都希望再生能源 但是大家都叫太陽 跟太陽的發電 它占14% 裝置容量 風力從陸域到海 律是28%到38% 我們缺的是機材 但是呢 我們努力去做 因為希望它是自主性的 但是我們缺的是機材 也就是24小時能夠發電的 那24小時發電 目前是核能 是雷 好 那當然你也考慮說 是把天然氣 好我們拿來替代 但是天然氣 我們靠 不愛進口 那我覺得貴還不是問題 是從能源安全的角度 你全部靠進口的話 我們自己的安全存量 就7到14天 夏季的時候 甚至只有到5點幾天 那麼地熱 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變機材呢 很抱歉 我們的潛層地熱 能夠發展的 目前可發展的 只有150MW 好 那個 老師 那個 主席你要 只要在允許的時間內 不能不講話 不可以這樣子 而國際還沒有成熟 不容許這樣子 我把IEA的數字給大家聽一下 IEA的數字給大家聽一下 IEA對450情境 就是溫室氣體2度C的情境 我時間弄來幫助 如果2度C的情境的話 他保護12040的占比 為什麼 他在考慮整個的 既然你要念那麼長 為什麼不敢提供資料量 大家要檢視 偉大的能源局 給他講完吧 然後 合得是18.4 就在全世界的配備 你應該先提供資料 你是說完嘛 你這樣炒過炸香 可以增加大概到23 避熱的話 大概是1.6 大概是1.6 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是不是 那節能的部分 也簡單的讓我說一句 現在在台灣所做的節能 其實跟國際是同步的 那麼節能也需要更多的投資 前面大家努力 是可以看到 它有一定的進步 然後接下來呢 它的進步 就會受到一些瓶頸 我們看到的一些 六大所謂耗能產業 它的平均其實達到 GDP的成長 GDP的成長是8.95 但是它的耗能的成長 只有1.46% 那我們期望有一些 這個所謂產業轉型 但是我們一樣 考慮到大家就業的權利 和需要時間 謝謝 這個有一些 有一些回應 但是並不是直接 所以這個 希望你們跟中央市 是國伴關係 我覺得它比較有一些 那我想台灣每個人都是國伴 那有很多東西是可以互相交換 所以 那最後就是 在地吧 我們用NGO來看看 對地方政府 對中央政府 可以有一些這個 感想 是第九份 所以請坐 可以嗎 各位 餓了有點發 餓到有點疼 他有點發疼 在你講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時間關係 其實像高雄氣爆 還有我在長期在台灣很多 環境災難的現場 看到了這些問題 它的源頭 就是來自於整個不公平的體制 還有就是 當前幾十年來 向裁判傾斜 草菅人命的 那種 產業經濟政策 那這是我這 偵渴的感想 那我的感受 跟李院長比較像 就是對當前人類的未來悲觀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因為如果不努力 就對不起下一代 我也跟蕭前院長的看法一致 就是說 過去我們講的 四十年來的所謂 永續發展 是完全失敗的 但是呢 我們剛剛從幾位官員的口中 聽到了好像 不太想這個回事 好像已經 我們已經做了很努力 然後好像已經很好 透過我們努力 好像已經改善了很多人 我非常尊敬 每一個認真的公務人員 跟政務官 但是呢 顯然 他們的發言很多 讓我們沒有辦法認同 所以才會導致剛剛 有這麼多的朋友 按耐不住 有這樣的發生 那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 台灣過去兩次的政黨人體 那這中間 1997年我們簽訂的 京都一定輸 就是 國際檢 然後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台灣的回應就是 我們開了 從1998年開始 開了好幾次的 全國能源會議 我們試圖 制定一些 所謂的 這個 減量的目標 減碳的目標 但是到最後 根本不敢定目標 因為什麼 因為根本達不成 過去 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碳排放 就持續的飆高成長 一直到2008年 不是因為馬英九之爭 是因為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 產業外移等等 所以我們碳排放 才沒有持續快速的擴張 但這不是政府的努力 這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產業還是走在一條 高污染高耗的路線之上 而國民兩黨都沒有買電 我舉個例子來講 2005年到2007年之間 我當了環保署的環民委員 內任的委員審查了哪一些呢 台速電鋼廠 國光石化 中科三騎 還有好幾個火力發電廠 內建的委員 我們統計起來 如果這些全部都通過 然後完工之後 台灣整體的碳排放量 會增加43%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還是一樣一一孤行的推動 只是那個時候的環民委員 要求進入二階 然後加上台速電鋼廠 最後轉移到越南區 接著 百英九執政 繼續推動國光石化 請問是誰把他擋下來的 是政府官員良心發線嗎 是以馬 百英九先生 突然看到大臣私地 然後覺得說 哇 這個台灣的美好私地要保持 不是 是因為台灣的公民社會的運動 如果不是公民社會的運動 如果不是公民社會的運動 台灣的處境會更加艱難 剛剛我們 廚師長講的空屋旗 一開始是誰在創立的 一九公民基金會 在高雄升級的台灣第一面紅色的空屋旗 之後開始由各縣市政府 學校開始跟著發動 如果不是民間做這些事情 政府到底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幹些什麼事情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的空屋法 有九九九年通過 就制定了所謂 有一些空氣品質管制區 如果是在三級空品區 要實施空屋轉量管制 制定了十幾年 政府不聞不問 也不願意做 空屋法裡面 有一個空屋 如果要實施總量管制 必須會同偉大的經濟部 才能公港 經濟部就這樣阻擋了幾十幾年 不願意同意要公港 2021年開始 地球公民基金會 開始在全台灣 從高雄倡議起 要實施空屋總量管制 加上跟環保署 密切的溝通跟配合 好不好在國會裡面 設法去遊說 地方委員 最後終於逼著 不是修改法令 逼著經濟部點頭了 今年要實施在高屋地區的 空屋總量管制 試問這十幾年間 朝野了兩個最大的政黨 在幹些什麼事情 為什麼都沒有人 主動去發動這件事情 今天講了那麼多好聽的話 說起來我都覺得 為他們感到慚愧 那這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理院長剛剛講的 或者校院長講的 都差不多就是說 整個社會要轉向一個 某種程度 要追求零成長 用電要零成長 用水要零成長 但是呢 我們要提高什麼 提高人民的幸福 對不對 要提高就業 提高有尊嚴的工作 這些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而不是再去追求那個所謂的GDP 但是呢 我們可以預見的 我不曉得 2016的大選 兩個總統候選人 主要的政黨候選人 會不會還是把拼金記 追求GDP 當成他們主要的目標 就像以前 馬英九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所提的633 這整個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不是我們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 剛剛我們提了那麼多問題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其實都清楚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但是為什麼不行 這裡面最關鍵的問題 在於台灣的政府 跟政治領導人 沒有政治決心 只有口號 幾十年來 只有口號 沒有政治決心 講的都沒有用 我們國家 不是成立了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嗎 請問一下 行政院的這個 永續發展委員 什麼時候才會開會 行政院長良心發現的時候 他就會開一次會 你去查查那些會議紀錄就知道 有一些行政院長在他任內 根本不會召開電 一次都沒有 有些可能都開了幾次 所以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根本沒有政治決心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跟財團十指交扣的追求最大利 我們的民主體制已經崩壞 讓年輕人就受不了了 這是一個徹底的分章 然後欺壓弱勢不公平的這個體制 高雄七暴事件 就是這樣的犧牲者 還有我一二十年來在台灣的草根 接觸到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工業污染的受害者 就是這樣的犧牲體下的受害者 1990年 後續反了三年 反了三年之後呢 李摩經濟部次長到了高雄 跟群眾對話 他說 經濟發展總是要付出這些代價 而這個代價不能叫 當時叫1900萬 1900萬的台灣人民 這個各個平均來分攤 所以呢 他的結論是說 個人要在個人不同的崗位上 承受不同的痛苦 各位請想想 到底是誰在承受這些痛苦 是這些高官 是這些財團在享受痛苦嗎 承受痛苦還是一般的人民 我最後只想講一句話 因為很多細節我今天沒有辦法再談 就是高雄不可能再接受石化工業的擴張 我們不可能再接受什麼石化專心 因為石化工業不可能跟高密度幾百萬的城市共存 高雄市不是喊出移居城市嗎 移居城市怎麼會下面有石化本線隨時會爆炸呢 各位想想 這是不可能共存的事情 所以陳菊市長要對這些事情 要有一個清楚的態度不能再搖擺 那一天剛剛那個沈教授說的 陳市長答應那個後進要轉型為 這個生態工業要成立一個對話的平台 那一天就是我拿著麥克風 一句一句唸給陳市長 他一句一句跟我唸出來 八個月過去的毫無作為 說實在我對高雄市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對現在的中央都很不一樣 所以兩大黨要深切的去反省 為什麼你們沒有辦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然後你們所作所為 為什麼沒有辦法帶給台灣 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讓我們的年輕人為什麼一天都要流露街頭 要佔領立法院佔領 請教委 為什麼要靠這些年輕人來撐出國家的未來 我們中老時代的人在哪裡 我們兩大黨又在哪裡 那真的要好好深切團 請敬 謝謝大家 這一輪大家的輪流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台灣多樣性的 有一個關係的知識 非常 我剛剛講 我們台灣是一個非常 Softated 的社會 我們民間團體都會講得非常深入 我們政府管理 也非常完整的論註 那 我們台大也有機會 提供大家這個地方 來這個地方 大家來偷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